曾国藩家书有言 唯天下之智桌能胜天下之智巧 有些人看似聪明 却终是笨桌险形 一事无成 而有些人或许走得慢一些 或许看起来笨一些 却往往能够一鸣惊人 大放一彩 可见人生于世 若能守得大桌定能得大巧之力 那么什么是大桌 又如何守得大巧之力呢 守桌 位之秦 曾国藩曾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 皆以一舵字之败 年少时期的曾国藩 天资并不聪颖 甚至可以说有些愚笨 他能成为一代理学大师 全靠一个字 琴 在读书上 曾国藩定了一个规矩 一本书 不理解上一句 不读下一句 不会透一本书 绝不读下一本 不完成当天的学习目标 绝不睡觉 就是这种一条 道走道黑的苦学精神 培养了他 异于常人的勤奋 吃苦 踏实的品质 这些品质 都为之 守桌 守桌 让曾国藩 从小习惯了挫折教育 抗打击能力特别强 从14岁起 他就开始考秀才 七年奋战 年年落榜 却始终不屈不挠 终于 在第八年 他考上了秀才 第二年 又中了举人 又过了四年 又中了进士 而曾经的同窗 早早考中秀才的 却连举人 都没有考出来 人们常说 琴能捕捉 笨鸟先飞 勤奋守桌的人 不会投机取巧 碰到困难时 都以撞南墙的方式 硬闯过去 反之 那些又小聪明的人 却懒于下苦工 总是寻思着 如何绕过困难 看似走了捷径 却根基不牢 最后自食其果 文学家韩玉曾说 夜经于情荒于稀 古往今来 以手捉情方式 而成就自我的人 比比皆是 坚持练字 洗黑一池糖水的王羲之 成了东晋著名的书法家 上年时三年不亏人 沉于读书的董仲书 成为一代儒学大师 毕经四朝 一生被重用 还有数十年如一日 每日三小时 怜情的朗朗 化简成蝶 创造了自己的神话 手捉情 看似慢 实则是最快的方法 因为扎扎实实 不留一臂 人这辈子 若能在正确的方向上 以手捉情的方式 努力死磕到底 捉到深处 必有柳暗花明 手捉 未知横 古人有云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世间之事 无论难易 就怕认真二字 曾国藩曾立下誓言 不为圣贤 即为禽兽 而追随圣贤的第一步 就是修身 他给自己定下日课十二条 包括有读书 写字 静坐 写日记等 这里着重说一下写日记 曾国藩的日记并不复杂 基本是一天的流水账 做了什么 见了什么人 说了什么话 他会原人本本地 将一切记录下来 进行反思并批注 甚至于 还将日记拿给外人看 让人评点其言行 如此写日记 对于成就曾国藩的特殊意义 是什么呢 关键就在于一点 横 横 极为手拙 曾国藩一生 推崇有横 认为只有坚持不懈 才能做好一件事 他在给弟弟们写信时也说 人而无横 终身亦无所成 就写日记一事 从二十九岁起 一直到他临终前一天早晨 他依然在写 数十年如一日 记录了他从青年到生命终点的点点滴滴 承载了他自我监督 自我成长的圣贤之路 西方有一条一万小时定律 长时间专注于一个领域 持续付出一万小时的学习和积累 就能成就一个领域的专家 换句话说 不管是否有天赋 只要你步步前行 日日不止 就能一步一步地靠近你想要的终点 据说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 一个是飞上去的熊鹰 另一个是蜗牛 蜗牛没有翅膀 也没有腿 它只能一点一点爬上去 也许它要比熊鹰多花几百倍的时间和努力 但当它到达顶端后 所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 手捉横 不需要天赋一柄 也不需要玲珑剔透心 你只需要找准方向 耐心将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踏踏实实地将重复的事情用心做 就能登上让人只能仰望的人生巅峰 手捉 魏之甚 曾国藩是一介书生 并不懂兵法 但他带领的乡军打赢了太平军 使得清朝得以续命五十年 靠的是什么呢 他认为 为天下之治捉 能胜天下之治巧 因而 他带兵打仗 会花大量心思研究双方情况 后勤供应 如何救援等 直到每个环节都思虑到位 才会下打仗的决心 而战术方面 就六个字 扎印寨 打带仗 乡军每到一个地方 安营扎寨后 马上挖场好 大带两米深 边上还要住八尺高的墙 墙外面继续挖钩 直到将自己的营盘完全围住 这就是扎印寨 他用这种扎印寨的方式 要么是死防着敌人 要么是围成困死敌人 如此一寸一寸的往前挪 一城一池地蒸下来 为之打带仗 这种战术 稳打稳扎 步步为营 核心就一个字 肾 肾意为手桌 据史料记载 曾国藩带兵作战 既没有以少胜多的大姐 也没有机智勇敢的运动战 却奇迹般地与太平军交手十余年 一点点地蹭到了目标 古人有言 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一个人不管是聪明还是愚笨 手桌而胜 本质上是对心性与心智的要求 这是处事立业的根基所在 反之 则会为急躁 急功近利而付出代价 听过一个小故事 一个小饭祥赶在天黑前进城 就问路人 何时能够抵达 路人看了看他满蛋的橘子 说 如果慢慢走 关门前可以到达 如果走得快就到不了 小饭不信 就快速往前 结果跌了一跤 不得不花了好长时间 捡食满地的橘子 结果 等他匆匆赶到时 城门已关闭 人生于世 走捷径 耍小聪明 就好像走平横路 遇到悬崖时 或许能更快地跨过 但一步踏错 却是万劫不复 而守捉肾 则如同走世间泥土之路 纵使翻山越岭 却始终踏实可靠 曾国藩的一生 参透了一桌字 自知天分不高 守捉秦 秦于学问 自知修为不足 守捉横 横于修身 自知不懂兵法 守捉肾 肾于作战 一个笨到极致之人 实为大聪明 一个捉到极点之人 则为之大巧 从普通耕毒家庭子弟 成为晚清重臣 成为立功立严 立得一完人 曾国藩用传奇的一生 留给普通人一条逆袭的捷径 那就是 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 人若有大捉 必得之大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在这一年红 Ltd? 原来那些人抢...